画面上是基隆一家长照机构 特别举办家属座谈会 由居家服务团队与家属面对面互动沟通 贴近了解家属的需求 以精进照顾服务 同时也邀请德育护理健康学院专绩助理教授张云娟 分享照护技巧 获得家属的肯定 这次派的基隆人员是李明基基隆人员 服务得很好 我也感谢这一段时间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非常的高兴 我们这个家属座谈会最重要就是 让我们的照顾跟家属中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桥梁 因为我们是人的事业 我们必须了解人的需求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办这个座谈会是让双方的沟通的障碍降到最低 做到最好的服务 让基隆人不用再照顾父母跟梦想间做选择 我们居服务员每天跟个案相处的时间比跟家属相处时间还多 然后藉由我们家这座谈会的模式 可以清楚的让家属知道说我们居服务员做了哪些 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可以藉由家座谈会 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好好的沟通 公司办这个座谈会 就是说要让我们 公司提供这个平台 让我们跟家属在我们做一个交流 双向的交流 让他们更沉测的了解 就是像刚刚有云天老师 这个专专业的护理师然后可以提供协助 然后让家属知道说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 因为不太有那个机会可以很面对面的跟护理师这样子聊天 然后了解一些疾病的状况 另外座谈会中也特别向家属宣导 政府目前所规范的居家服务范围有哪些 避免受过专业训练的居服人员 与家属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我们也希望让大家更了解 现在长照的市场跟新的法规跟趋势 有时候我们照服务员来住的照顾的时候 这可以做了吗 那可以做了吗 我们也不知道 这法令规定 经常在改变 所以我们长长也希望这件事情来跟家属做好沟通 家属座谈会的话 就是可以藉由像家营路导 刚刚有跟大家沟通 我们的定位大概是在哪里 我们的界线又在哪里 提供长照居家服务的团队表示 透过这场家属座谈会进行沟通 希望能提供更到位与贴心的服务 为需要长照服务的家庭 带来安心与幸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